琴法师十杯开始 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元 虽然六七阴中转在一生当中 不一定能够完成 但在修行中除了求生西方以外 身口意要如何实践 才能够往此方向进行 六七阴中转 这个六七阴中转 其实就是第六意识了 因为第七意识它也不能修观 你这个第七意识的转 它自己也不能做主 其实就是第六意识的转 但问题是第六意识是变化多端的了 变化多端 它能够攀岩过去 攀岩现在 攀岩未来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六七阴中转的转变 就是刚开始先持戒了 就成就善业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修直观 那慈戒的当然大家知道了 佛陀的戒法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底线 你心中要画一个标准出来 慈戒的精神有所坚持 有所让步 你不管是智力也好 不管利益终生也好 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底线的 踩到这个底线 那这次大家就是 依法办理了 一定有一个底线的 那么这个持戒之仪 你要修直观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观察这个妄想无信 就修空观 那空观 空观的意思不是要你空掉外境 这个外境一塌起你不要空 你空掉是你心中的骗气子 你心中的妄想 所以刚开始它是一个内观 就是你打什么妄想 你告诉你自己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你先观察 达妄本空 这个妄想是希望的 然后你再念佛 那个念佛就有力量 所以这个修直观呢 就是破坏你心中的妄想 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妄想 一次一次被你破坏以后 你心中的正念就强了 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 而不是妄想做主的 这个时候就是六七阴中转 当然这个都必在以持戒做基础 因为你患了戒 你就很难修直观了 你心里的恐惧不安 你直观就修不起来 所以这个持戒 它会让你的身心安定 有助于直观 虽然它不是就禁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 有法师说 静密双修的功德最大 单修净土 念佛法门功德小 但是又有法师 又有另外一个法师说 一心念佛成就最快 而两位法师都是有得恨的修行者 究竟哪一种说法最为正确 这个偶一大师 他说 这个法门是很多 他说有些人适合专修 有适合研修 这是不决定的 有些人他专修念佛法门 他很得力 就是有些人他喜欢 越简单越好的 有些人他法门修的越多 他的净土越容易皈依 你去他专修念佛 他是修不进去的 他必须要兼修 这个是 这两个法师说的都对了 喜欢简单的人 他就会喜欢修种词 一句佛号 种一切法词无量意 但是有些人他喜欢广泛的修学 他越广 他读华阴经 读华华经 他越广 他对净土 越容易产生龟 这因人而异了 不过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你不管专修也好 你不管兼修也好 残密双修 或者静密双修都好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凡夫的心是不平等 所谓的兼修 一定有一个主修 还有这个父 有一个震恨跟祝恨 兼修你要看谁兼谁 你看 禅宗也说禅尽双修 但是禅宗他禅尽双修 他是念佛以后 他参念佛是谁 他重点不在对佛号的归 他是念完佛以后 去观想 为什么我能够念佛 他去找出那个佛性出来 那我们禅尽双修 我们是以佛号为主 以观照力 来破除障碍 前面的这个佛号 前面的妄想 他是用这个剥雷的智慧 来扫掉妄想 来帮助这个佛号相续 所以你的动机不同 就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非常赞成所有的兼修 禅尽双修也好 静密双修也好 你的广修八宗都好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 憎恨是什么 你的目标在哪里 来生的归于处在哪里 这是重点 就是什么是你的主恨 那其他是在他的建属 那么你掌握这个重点 你这个什么修都可以了 你这个什么修都可以了 好 感谢观看